continuar しかas 她说会有一点热 请坐 我们来到一间游泳様X了 餐厅 我在網上看到我非常想來 非常的美這裡 超美的 超棒 都沒有用 我們要下水拍這張照 如果你和你會相信我 進去 你們全都放進去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有這個阿倫的嗎 真的 它是那個 但是它是在煎餅上的 那我不管也要煎餅 這樣 台灣也有 蠻好吃的 這樣 蠻好吃的 這樣 蠻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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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完了 好像我們照片都拍完 剛剛開始下雨了 但現在剩一點點小小的雨 剛剛突然下大雨了 我們現在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可是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現在下雨好像 打Grab 有點貴 因為我量變高低 直接被沈我可以搭車去跑 直接下雨2 下雨 居然遇到下雨天耶 下雨鈴鐺 會變成9天 好像150 168變150 你們再等Grab便宜一點 再Jrab 因為真的太貴了 現在 一下雨就變這麼貴 怎麼回事 因為下雨 會拉在車那邊死 OK 我們回到市區了 市區就沒有下雨 我們現在要來 42號公寓逛街 它其實離咖啡公寓好近喔 只是我們那時候知道 所以如果你要來咖啡公寓的話 可以再走過來 它沒有很遠 在這裡 42號公寓 我會死 可以να 好像有了 有很多人 我會在 looking 適合 我會在地區 我不是在地區 我會在地區 我會在地區 是 會在地區 都很遠 很遠 有很多人 购物率好低喔 你们都不知道要买什么 我是有想买啊 只是又在想到底要不要花这个钱 嘖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购物率怎么那么低 是没有看到喜欢 你有看到喜欢的吗 我觉得还好 就跟台湾差不多 就没有 也没有便宜到说 诶 一定要买 是可以来逛逛啦 虽然很多人说很好逛 但是我觉得还好 我是有看到几件想买的 但是 因为价钱上好像也没有很便宜 所以就蛮犹豫的 当然是可以来看看啊 它的每个时期会不太一样 等一下我发现后面还有欸 我现在要走上来后面的 我们刚刚在前面 原来后面好像还有可以逛 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这里看看会不会比较好 逛一点点 诶 这里真的还有 这里好像比较多欸 我们来这里看好了 去逛街 走 没有珍珠椰果 一杯30k 会很甜吗 还可以 因为它就是怕很甜 所以它放很多品牌 我买了这件 诶 我刚买了衣服 固守了一件衣服 还不错 终于购物了 不然想说我们购物力也太差了吧 诶 我们去换钱好不好 走 我们先去换钱 不然我没钱了 我买哪儿走 我来这边换钱 美金换越南对眼睛 差不多232 我们要去他们的贵妇超市就在对面 这间的 再去买一点东西 刚才去换钱 因为其实外域区也有一个换钱的地方 我这时候在分享在楼下 我帮我们过去 可以找找看你要买哪一种 才买咯 我们先逛一下 看有什么好买的东西 买一些零食回去 这间超市在市区 所以它比较小一点 这间它有另外一个 是在百货公司楼下 像是百货公司楼下那种超市 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贵 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 不知道买什么油 看一下有什么必买的东西 我们来到这间是越南很推的 要买的巧克力 我们刚刚其实在超市已经有看到 但是想说直接来店看比较好 我们要买哪一种 这里的都是装起来一盒盒装的 可是这里的就是他们合的巧克力 你看那边一个是一百元的一群 我们刚买来吃真的蛮好吃的 所以我应该也会蛮好吃的 这间店是在 冰城市城附近的 买一个是这样的 那是苦的吗 苦的 刚刚你买的那个是不是也是苦的 没有 我那个是70而已 所以这里面就有70的 我觉得刚刚那个就还不错啊 这两个就不一样 你看这个70这110 那它就有分 我觉得刚刚那个很好吃 它这里还有卖很多点心类的东西 它们家巧克力做的一些甜点 感觉还不错啦 但是我们应该没有吃 它们已经先跳了两个 我们卖后可以买巧克力这间 冰城市场附近 可以来买 我们在一个他们有点像夜市的地方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按摩 就要按摩 对啊 明月7点 现在在找晚餐吃 准备了一些都离这里有点距离 我们只能附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这一区是咖啡公寓附近 我们刚刚要按摩的地方的沙拉迪卡 它也就是在沙拉迪卡 我们刚刚去完冰城市场那一区之后呢 又回来这边 准备去按摩之前 找晚餐吃啦 我们刚刚随便吃了一个路边餐 现在终于要准备来按摩了 也是网路上有人推的沙拉迪卡 我们已经进来了 然后看起来沙拉迪卡 这一堆 我原本在网路上定是全身的太史按摩 90分钟 但是因为我们有点不想要做那么久 这几天一直按摩 有点太花钱了 大家有点想要省钱一点点 90分钟又真的有点鬼 这几天那一间真的很超便宜 所以我们全部都改在脚底按摩了 我们按完了 蛮舒服的 没错 你觉得舒服吗 我觉得它帮我按得超棒的 哇 好好喝喔 而且我觉得它力道有最强的 可是它的环境真的我觉得 对 我也不愿意 我觉得还可以再强一点 它那个毛巾都有一些味道 我觉得综合开名第一名 就是我昨天来一家 然后今天是第二名 都不错啦 可以来体验看看 拜拜 我们来到饭老街 体验一下这里的感觉 那我们前几天才经过这里 抱一下 这里真的超high的耶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好吗 因为一家比一家大分 这是精确吗 在一家中心里的速度 都有那些 你挑战必然 在一家中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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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清 最后一家中心里 YES 我現在來到煎飯咖啡的店 以前的人怎麼樣 因為牛奶不好打過奶泡 所以他們用蛋來煮奶泡 所以就產生了這個蛋咖啡 喝了嗎 還沒 我點了個蛋啤酒 蛋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主要還是啤酒 啤酒味會要太濃了 聽說蛋咖啡喝起來像布丁 那蠻有趣的 怎麼樣 喝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有一種稠稠的感覺 是有點布丁果凍的那種感覺 但沒有到布丁 對 咖啡布丁 咖啡布丁吧 蠻有趣的 這邊就是啤酒 我們來散無老街 居然點很無聊的東西 點了啤酒跟咖啡 只是想要來體驗一下這個感覺 大家都很愛 所以在這裡看路人 很有趣要喝喝看 布丁啤酒 啤酒味還是很濃對不對 但是有一點布丁的感覺 蠻特別的 我們離開範圍老街回家啦 就去體驗一下範圍老街 因為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去啊 因為我今天特別特別累 想要趕快回去休息 我們現在已經到範圍附近了 今天就這樣子啦 範圍老街真的是蠻妙的 我剛才說是 你在跟你朋友分享小妹妹的故事嗎 對 我們回到飯店啦 晚安